盘着头发的林姓医师娘 看着菜单边跟电话纳头的丈夫 询问要吃什么 跟在旁的五岁儿子 这时伸出手触碰台面上的物品 引来店长出声致志 我们不接受像你这样的客人 不好意思 什么样的客人 你可以说一下吗 医师娘到花莲知名餐厅外带餐点 因不满儿子遭到呵斥 拿起手机录影 我不想你们的电规 可以拍 好 没问题 医师娘最后没有消费 带着一股怒气离开 事后在Google刷异性负评 反引发网友出征 小孩子是负母的责任 不是说带去就放她乱跑 这样不对 网红女战神冯雨婷 更在脸书写下 医师娘卖淘宝货 放香奈儿 别针都是小香 这个礼拜的视频都是震撼的 冯雨婷直呛检举信件已寄出 遭网友出征的林姓医师娘 也有话要说 她说终于能亲身体验 什么叫做网路霸凌 我觉得我自己的小孩 是不过好动 那不是过动 我都常常想 你就让她去撞 你就让她去跌 她自己痛撞受伤了 我绝对不会弄弃店家 要店家赔偿之类的 这就是我的照样方式 我已经请律师 针对这些怒鸣的 毁谤的 侮辱的 医师娘受访时强调 不愿关掉脸书 是因为自己并没有做错事 至于遭指控卖淘宝货 访香奈儿 医师娘则表示 对方已经检举 目前禁后司法调查 自己已找了律师 三连休闻旅院华林报道 优优独播剧 mungkin 没有保证 任职优独播剧 路丘 也有自在 蒙特 多洪土 natur